哈囉大家好親啊 我們今天就分享一下我們的 恐龍SPA為美好的世界線上祝福喔 那最近玩哲平忘記了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應該不該先看劇情 我們應該先來打頭目戰了 因為頭目戰這邊的話 每一天都會有就是 給你多打一次的機會啊 就是第三個頭目這邊喔 那基本上我們這邊錯過了好不好 就還蠻尷尬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就趕快來打一下 哇你看這個魅魔的身材 嗯嗯 真是很不錯的感覺呢 因為後面的劇情應該會提到吧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能不能打完 我們這個女王魔像好不好 目前來說的話呢 應該不會太難啦 目前來說其實我們隊伍來說的話 都已經算是練的還蠻起來的 那主要來說是靠我們就是那個 維茲跟惠惠這兩隻 呃跟韻芸這兩隻 一直把韻芸的名字念錯 就是維茲跟韻芸這兩隻就是魔法超高輸出 然後再配上艾咪的這個補血喔 然後後面再派上我們這個就是 最近剛給他撞了一把那個 水神之槍的這個 呃咪雅的那個 呃槍兵 然後再加上我們暗刺這樣子喔 基本上我覺得 我們都講說水蟲都已經還算是不錯了 因為基本上我們抽了還蠻多角色 那蠻多角色都有一些額外的那個 升級的一些能力 那哲民都把他升起來應該是ok的喔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開把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啊 反正就先疊一些就是法術的攻擊這樣子喔 讓那個 田隊的那個法術傷害已經變高一點點 然後再直接開轟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啦 感覺現在感覺可以是比那個 之前打我們就是那個 你劇毒史萊姆的時候感覺好像 還要再 還要再更遠一點 之前劇毒史萊姆的時候好像也沒有打 那麼打那麼硬 所以我覺得這個 活動關卡真的是慢慢的有在變比較困難一點點的感覺 感覺目前起來應該還是 就是還行 畢竟這是初等關卡嘛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時間還快不夠了耶 這是不是應該要把那個 把那個全部前排都先換輸出 那我們這邊打不贏的時候再把那個 把那個愛妮換成我們那個 會不會比較好 有可能喔 死吧 然後沒問題 我們的這個 魅魔女王的這個 魔象被我們打死了沒有問題喔 打敗了然後這個是打贏之後 還可以獲得就是我們就是那個 抖恩女的那個就是 欸 角色卡然後會有衣服這樣的感覺喔 我覺得目前來說應該要先把那個吧 先把角色換成那個 暗刺先上來好了 這樣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樣全部的輸出都已經灌上去 應該會稍微 比較ok一點點 我們看一下 自動會不會打得比我好 我覺得自動其實 一直都打得比我們玩家自己控還要好啊 來看一下好 我的主人是哪一位 當然是我啊 這邊加起來應該蠻ok的喔 你加給我們就是那個暗刺再加上我們那個 然後女王像這邊的話他是一個那個 暗水晶的角色吧 所以用我們就是那個女人來打應該還真的不錯 因為女人這邊是光屬的一個傷害角色喔 我感覺好像 有點不痛欸我的天 有點不痛喔 那我們這邊暗刺感覺打起來超級 沒有給他太大的傷害 感覺這一次如果要打這個的話感覺到 真很多次才可以打贏他 我們這邊輸出嚴重不足耶 這應該要再多一點那個就是 光屬性角色 有可能 雖然他也打不死我們但是我們也打不死他 這就是正常反正的地方 哇大招狂轟但是沒有轟到很大的一個傷害 所以應該是要 應該是要帶上多一點那個 能夠給他那個就是槍刻屬性的一個傷害會比較OK 感覺這個女王魔像有點硬啊 在幫幫的感覺哎 這沒辦法一回殺哎 哦有點有點困難哦這個 這個 這個女王像有點有點麻煩 這個目前來做的話看一下他的那個屬性是什麼好了 女王像的話他是推薦屬性哦推薦暗屬性哎 那推薦暗屬性的話這邊我們怎麼還沒辦法把那個啊 還沒辦法把我們那個就是打死啊 還是其實我們這邊可以換一下那個 把那個惠惠換上來啊 惠惠換上來會不會比較OK一點點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抽到一隻那個 睡衣惠惠啊那睡衣惠惠這邊的話是有這個 暗屬性的這個傷害的東西哦 感覺是不是可以換一下他 會比較好一點點沒關係我們這個 試一下這邊再研究一下我們先看一下就是 到底能不能就是要花多少券 才可以把我們就是那個 最終的那個 BOT打死 因為我覺得如果能夠一回殺這個關卡的話就會 比較好刷一點點啊至少你就不用花太多的那個就是 裝備卡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怎麼用什麼隊伍來打我們這個女王魔像 都可以在前面留言告訴這邊我覺得這個 女王魔像真的長得好像也是蠻正的哎 我覺得這款遊戲就剛好跟那個一拳超人男的互補 你知道嗎一拳超人就是一大堆 就是帥哥的角色嗎一堆男的然後 這款遊戲就是一堆美女啊我的天 而且都很大 哈哈哈 先把這個女王魔像給他刷死 這邊的話我們上次好像也是 我們打劇毒史萊姆是可以一回殺啦然後 這邊的話我們大概也要發個兩回吧 但是我覺得應該可以把一些打暗屬性的角色拿出來哦 那我們這邊照來說我們的暗刺客應該要打很多財毒啊 怎麼感覺好像 打沒有很多呢 對不對 沒問題這邊ok的然後 再來就是要打一下那個 每天一次機會的這個第三階段的這個女王哦 這個感覺就比較麻煩 但是他推薦代力才一萬九千五百而已耶 我不知道哎 感覺我們這邊的那個 輸出真的是有點偏低哦 會比較麻煩一點 我看一下 他這邊的話是提升光屬性攻擊力嘛 然後下面這個是 提升那個魔法的攻擊力 然後這個也是光屬的攻擊力 把那個他跟惠惠換一下好了看看 如果他跟那個我們那個 就是睡衣惠惠換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這個是光屬的嘛對不對 然後暗屬的我覺得 加魔法的那個要先換上來 這個是加魔法的攻擊力的 然後這個也換成那個 加魔法的這隻 哎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這兩隻是加那個魔法能力的 剛好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吧 然後這個隱雲的話是加這個的 那那把他換成那個 換成我們的那個加暗屬的 我忘記哪一隻加暗屬的哦 看一下還有沒有 暗屬攻擊的有嗎有啊 不然我覺得打的贏的話應該是先換那個吧 把那個莉雅換給他 這個加快大招的這個角色換給他 這樣應該沒問題了吧來看看 看一下這樣的 睡衣惠惠到底能不能打 打著比較多的傷害在我們這個就是那個 那個女王魔像身上哦 感覺應該有可能有機會吧 ok吧 有打5293蠻多的哦 感覺是打蠻多的但是 這比較麻煩就是 惠惠如果就是開大招之後 他就要下彈了 所以這邊的話 後面可能還要再放幾隻比較好 619 有點疼好不好有點疼但是 還不至於會 我覺得惠惠這邊真的是打很多哎但是 說真的 好像 好像只能靠惠惠打了 就要靠惠惠跟另外一個那個睡衣為之啊 這兩隻就是專門打這個活動的 哇你看 我覺得應該不該讓他開大招的 因為他在開大招好像有點浪費 哦不會讓他自盲哎 會讓他自盲好像還不錯 5667 還行吧 我們這邊都沒有還沒辦法打到一半哎 我覺得那個睡衣會會 好像真的比較好一點點 我覺得可以拿他來打一下剛剛前面那個 前面那個第二階段的難關 我覺得應該有可能可以一回殺 這個我們先把他打完 這次我感覺也是比較麻煩哎 應該多一點那個暗屬性角色 應該就是要趕快把那個 惠惠的睡衣抽出來 應該就可以打這個關卡了吧 我覺得 啊 惠惠 拜託希望今天可以出現 我們待會要再來課金抽一下那個惠惠 好不好 我覺得加加上這個惠惠的話 應該還算不錯 那這邊的話我們把那個 把速度調慢好了 然後讓惠惠能夠繼續發法術 就不要讓他開大招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 他用普通的那個藥劑來打這個 好像比較厲害一點點 那比較猛 用那個普通藥劑來打 他每一下那個普通藥劑都是打差不多那個 都是打差不多5000多還蠻不錯的 好像打4800 還數 看這個3000多 還蠻醒的我覺得 啊忘記開大招了 會不會我自己手抄 比較比較爛吶 哈哈哈 為什麼每次覺得我自己手抄都 都比較慢 我都已經把他那個就是 都調慢了還是沒有辦法 哇他放 他封我們大招是不是 他封我們招式 啊完了 按到了好了那那還不是一樣 好啦那就 我按到了 那就自己戰鬥吧 哼 我按到了 可是我覺得這關的話應該就是不要讓那個 會不會開大招一直讓會不會在上面打 應該比較有點那個 傷害機會吧我覺得會比較高一點 你待會可以用這個 會會組合去打一下 前面那個難度搞不好超強 我們可以直接這個一揮殺了 有睡衣會會直接一揮殺這樣 然後我這邊有抽到很多那個 睡衣會會啦 是不是應該把他全部吃起來 會更厲害一點點 我很怕我今天在抽的時候 要抽到睡衣會會 那那我會哭哭笑不得哎 哈哈哈 我們先升一下那個睡衣會會來看看好了 我感覺睡衣會會的話這邊升起來 搞不好可以就是 再打出更多的那個 然後我重量重複的角色的話我大概 也只會培養一些就是 覺得不錯的吧 像這個睡衣會會應該就可以給他吃起來 這邊兩張 升兩等有 你看補弓直接升超滿的哎我的天 他全部都升到全部都升到那個補弓 開玩笑了吧 哈哈哈 補弓直接滿起來但是其他都沒滿哦 來來來來 哎頭目 這一回合應該就可以直接把他給避掉了 行吧 會會 抽了那麼多張應該表現一下了好不好 所以會會 4920 跟剛剛差不多啦 然後我們這邊是普攻滿的 所以他的普攻應該要再多一點 4364 還行 大概我們打這次的話要花三回合啦 還行 三回合大概是60張票券吧 60張票券還行 這邊從永買了600多的普攻傷害 打到900多了 所以這邊還是 普攻還是有差的 普攻加能力還是有點小差 但是感覺還是在抓癢 487 然後 呃這次那個睡衣會會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那個 大招是火屬性的 他的那個暴力魔法是火屬性的 好沒問題打掉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換上這樣的話 我們能不能就是 挑戰成功就是 前面的那個 比較簡單的那個等級哦 其實那如果能夠一回殺的話 都是刷關卡 都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這關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能否一回殺 我覺得應該比較有機會啊 至少換上這隻會會之後 這隻會會基本上好像還蠻厲害的哦 來來來 打到這個女王魔像的F 這個 哎呦呦呦呦感覺這個丟下去很痛哦 這個藥 這藥劑組合蠻痛的 但我在想是不是不該讓那個 不該讓慧慧直接開大招 開大招就要換到別人去 感覺好像還是 還是沒有辦法 說真的 那30分鐘我們還沒打到半血就 就有點比較困難了 贏了哦 哎這邊啊完了 完了 他又轟掉了 那我覺得來不及耶 這樣的輸出來不及 但是有時候會比較高了 我反而是覺得那個 為之可能要換下來 因為我感覺感覺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 咪雅打的傷害好像 還比較高一點點 391 這隻要一回殺感覺 感覺可能要抽個那個哦 要抽個那個了 要抽個那個睡衣為之了 可惜可惜啦 那大家都用什麼隊伍來打我們 這個就是女王魔像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 那我們就先玩到這邊 我們今天先不抽好了 我們明天再來抽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抽到那個睡衣的為之 然後趕快來把那個 把我們這個女王魔像 看一下能不能一回殺啊 目前來說大家應該都 都還沒辦法第三個階段一回殺吧 第三個階段要一回殺 感覺應該要 投資超多的資源吧 感覺那些武器都還是要養人了 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自己的武器搭配跟隊伍搭配 然後分享給哲平知道 你們是怎麼搭到我們這個女王的魔像的囉 好不好 那我是支持P